健康养生!十大养生保健食品 多吃蔬菜,水果当然有益健康,但完全素食,而且长期如此,对健康来说并没有什么益处。 现在很多人都会为了减肥而去选择少吃或者是不吃肉类选择吃素,那么吃素真的能减肥吗? 最近有报道说吃素会让人没力气,那么究竟是不是这样呢? 今天我们就随住三九小编一起去了解一下关于吃素的影响,以及吃素的好处和长期吃素的坏处都有哪些。 蔬菜,水果要和肉类搭配起来吃,才能均衡地摄入营养。 一般情况下,一个成年人每天应吃二到三两肉。 如果害怕吃肉会导致肥胖,可以多选择脂肪含量较低的鸡肉,牛肉和鱼肉,少吃猪肉。 特别是女性朋友,一定要多了解吃素的坏处,否则的话长期吃素不但不能保持年轻,反而还会让更年期提前到来。 社会发展越来越快,人的生活节奏也跟住越来越快。 人们的生存压力越来越大,不得不加大工作量,即使如此,仍然承受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。 以至于饮食无规律,应酬多。 所以现代人的身体健康状况令人堪忧。 秋季是全民养生保健的关键季节,那么怎样在这个季节里做好养生和保健呢? 下面小编就给大家推荐秋季时大养生保健的食品和饮食方法。 1. 病后佳品,芋头。 芋头富含淀粉,营养丰富,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,碳水化合物及钙、磷、铃等微量元素。 芋头质地软滑,容易消化,有健胃作用,特别是以脾胃虚弱者食用,更是秋季里婴幼儿和老年人的食用佳品。 2. 芋头要煮懒才异于消化。 推荐吃法,芋头玉米粥,将芋头切成丁,与玉米同煮。 2. 不可不可,蜂蜜。 我国古代医学家早就总结出秋季养生经验之道,炒炒盐水,碗碗蜜汤。 蜂蜜有强健体魄,提高质力,增加血红蛋白,改善心肌等作用,在秋天里吃蜂蜜,可以防止秋造对于人体的伤害,起到润肺,养肺的作用。 而且比起白开水,宝宝们更容易接受甜甜的蜂蜜水。 推荐吃法,每天早,晚空腹用25克,以不超过60度C温开水冲浮。 3. 昏食首选,鸭肉。 秋天正是鸭子最为肥嫩的时节,营养丰富,富含人体必须的发。 8. 肿胺基酸,不饱和脂肪酸和多种营养素,鸭性含粮,具有滋阴阳味,滴水消肿的作用,适宜于滋阴阳金米防秋造。 鸭肉适合身体虚弱,患病出狱,时常上火的宝宝,可以说鸭是今秋婚式中的第一滋补佳品。 鸭肉含粮,腹血和脾胃虚弱的宝宝不宜多吃。 4. 肃重之宝,木耳。 木耳能够滋阴,润肺,生津,降血脂。 木耳中铁,钙,磷含量丰富,富含维生素C,所特有脂肪质和植物胶质滋养效果极佳,木耳还有排毒的作用。 木耳有黑白之分,白木耳就是常说的是血耳,银耳,富含胶质,爽滑可口,容易消化,为精补的滋养食品。 5. 白木耳具有滋阴,润肺,生津的作用,加上冰糖。 熬水炖服就是一种理想的滋阴润肺佳品,可以用来调理秋季肺皂前壳。 黑木耳的营养成分与白木耳相似,每100克克木耳里含铁98毫克,比动物性食品中含铁量最高的猪肝高出约5倍,比绿野蔬菜中含铁量最高的菠菜高出30倍。 素有素中之魂的美称,是理想的补血佳品。 木耳滋润,易滑肠,会加重腹泻症状,腹泻的宝宝不要食用。 推药。 推荐吃法,白木耳多为甜品糖水,黑木耳的常见吃法为生炒,蒸和煮汤,最好与猪肉猪肝或芹妹一起烹调,既营养又美味。 5. 英杰良品,秋藕。 秋季的藕脆嫩多汁,甜味浓郁,容易消化,富含铁,钙等微量元素。 植物,植物蛋白质,维生素,淀粉含量也很丰富,有明显的补益气血,增强人体免疫力作用。 偶生吃熟食功效各不一样,生藕含有20%的糖类物质和丰富的钙、磷、铁基多种维生素,其中维生素C和纤维素的含量特别多,生吃有清润的功效,尤其适合上火的宝宝,对防治秋灶有独特的效果。 熟藕的药性则由凉变温,没有了散于清热的功能,变成了异味健脾,养血不虚,特别适合脾胃虚弱病后的宝宝食用。 煲汤可加上100绿豆可避免上火。 推荐吃法,莲藕的常见吃法多为两板,炒,蒸鸡包,海带排骨包鲜藕是补去的上等佳品。 推荐吃法。 推荐吃法,磅蒸鸭,磅里有紫荫补肾,强身健骨,异味平干的功效,与鸭肉同时可视相得益彰。 6.抗病前锋,菜花。 菜花质地细嫩,以消化吸收,适宜于宝宝和脾胃虚弱,消化功能不强者食用。 含有蛋白质,脂肪,碳水化合物,食物纤维,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。 菜花能刺激细胞制造对机体有益的保护酶二,形酶,它能使小肠粘膜中活性提高30倍,从而食体细胞中的微粒体多功能氧化酶系统,有能力分解进入人体内的致癌物和其他有害化合物,一使人体长期处于良性循环状态。 菜花的维生素C含量极高,不但有利于宝宝的生长发育,更重要的是能提高人体免疫功能,增强体质,增加抗病能力。 推荐吃法,番茄菜花,营养丰富,酸甜可口,可促进宝宝食欲。 7.驱除虚火,萝卜 萝卜含有较多的水分,维生素C和一定量的钙,磷,碳水化合物,还含有少量的蛋白质,铁等有益成分,具有清热化碳的功效。 9.驱秋吃萝卜,能驱除剩下食节形中的虚火,并迅速恢复元气。 9.驱�卜生吃熟食效果不同,生吃具有止渴,清内热作用,熟食可消失贱皮。 9.驱�卜生吃熟食效果不同,生吃具有止渴,清内热作用,熟食可消失贱皮。 9.驱�卜能够调理脾胃,对秋季常见的消化不良,风热型感冒,便淘体炎,可喘多痰,咽喉痛等疾病也有辅助治疗作用。 9.驱�卜能够调理脾胃,对秋季常见的消化不良,风热型感冒,便淘体炎,可喘多痰,咽喉痛等疾病也有辅助治疗作用。 9.推荐吃法,萝卜一顿食最好,超食为良,抗养生,食大养生保健食品。 8.滋阴润肺,白河。 9.白河含有量氨酸,天冬氨酸等17种人体所需的氨基酸,营养价值很高,有增强食欲,辅助消化等功效,富含无基盐和钾,对机体新陈代谢起重要作用。 9.所含多种微量元素具有增强体质,改善脏气功能的作用。 9.白河对秋季气候前噪而引起的多种季节性疾病也有一定的防治作用。 9.鲜白河具有养心安神,润肺止咳的功效,对病后虚弱的人非常有益。 9.白河干于挑选前噪,无杂质,肉厚的。食用白河为不苦,叶片酷而饱者得佳。 9.推荐吃法,白河可煮粥,入糖水,蒸和炒,白河银耳粥具有滋因润肺,健脾生筋的作用。 9.秋皂克星,鼻子。 9.鼻子。 9.鼻子含水分,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,聚生筋解渴,润肺去到,清热降火,止和化痰之功效,特别适合秋天使用。 9.鼻子含水分,低河。 吃生黎能以明显解除上呼吸道感染患者所出现的咽喉感、痒、痛以及便秘、尿赤等症状,黎主引则有滋润喉头,补充筋液的功效,蒸离可以起到滋因润肺,脂壳驱痰的作用。 用来止咳化痰的,要选用含糖量不高的梨,因为中医认为太甜的东西会生痰 推荐吃法,穿杯蜜糖炖雪梨,调比咳嗽燥热的良方,特别是对肺灶引起的咳嗽效果更佳 10.居家必备冬季盛品,粥 刚刚进入冬季,宝宝会有脾胃功能减弱的现象,而粥正是此时调节脾胃最好的食品 冬季后早晨喝粥,既可切秋凉,又能防秋皂,和中健胃,如果适当加入一些健脾润到易肺的食物或药材如百合,银耳,则对身体更有弊意 煮粥时,米中所含的淀粉充分糊化,营养成分都融在水中,胃肠可充分消化吸收,特别适合 传统观念中,白米粥一向被视为最养人的食物,大米经过长时间煮制,水分含量更高,淀粉糊化更充分,也就更容易被小肠吸收 但这个特点其实是双刃剑,它也会明显升高血糖,总和还会因为缺少咀嚼而加速咀嚼器官的退化 此外,白米粥的营养过于单一,而且集中纤维含量较低,不利于排便 其实,想要粥更养人,不妨坐实加点料 粗粮,杂粮富含膳食纤维,粗细搭配营养更互补,因此,熬百米粥时不妨加些粗杂粮 比如,素有黄金粥时支撑的玉米,它含有蛋白质,和黄素,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等 有预防心脏病和癌症,点缓衰老等功能,小泥也值得推荐 小米中的色胺酸可胺神助眠,丰富的铁不淡可滋阴不屑,还可润造铜便,还可以放些豆类 红豆煮熟后有淡淡甜味,其赖胺酸含量较高,适合于白米混合煮粥 红薯营养丰富,蛋白质质量高,特别是红薯含有丰富的赖胺酸,与里面混之可发挥蛋白质的互补作用 南瓜薯温性,有补中义气,清热解毒的功效,适合煮粥 此外,加些山药,芋头等也是不错的选择 结语,我们通过上文能够了解到,在我们的平时生活中多吃素食还是有很多的好处的哦 可以帮助我综合身体内的酸碱平衡,同时还可以帮助媒体 但是作为女性朋友们也要注意素食吃多了对身体的害处哦 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合力健康的膳食哦 延伸阅读 养生常识 洋葱对人体健康的神奇功效 健康养生 黄豆的十种保健功效 健康美容 吃燕麦的十个理由 健康养生 六种食物让你抵御寒冷 健康养生 滋补女人的十二种养生食物 健康饮食 各种菜墩的养生功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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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各种菜墩的养生功能